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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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來參加這個系列活動 這個系列活動叫做當代多元文化的問題與挑戰 這個是由公益性或社區和協資金主辦 這個資金是在2007.06的時候做的 當年在2004年的時候發生總統的選舉 當時一開始政府表示要驗票 全國驗票 全國驗票 錢很大 也沒錢 有位科技界的先生非常熱心 孫大武先生 有個精神的感受到嗎 你用那個學生理案 你能幫他學生理案的Memory 你都不是經常出品嗎 它是一個電腦的 尤其是記憶體的設計跟製造商 製造技術商 同時捐了意義 捐了意義給這個 處理這個驗票的事情 後來這個事情就委託民間司法改革資金會 來處理 處理 處理 處理之後呢 這個 訴訟費 連帶跟送主義的訴訟費 訴訟費 就由這個基金波子去一些錢 去支付 那Memory的錢呢 是因為司法院後來說 他們有預備金 預備金可以支付 所以Memory的錢就沒有支付 沒有支付 就變成一個很重要的支援 每件事來會 就把這個支援 交給8000多萬這樣子 有分子比較部分 來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做通勤和諧基金 當公司徒出現 就覺得 2014年的選舉週分 可能跟竹群的衝突 有關係 有很優先 竹群衝突 所以來到這次 所以希望這個 他的捐款 能夠促進一些 竹群的貨物 但這個基金又成立了 所以當時也想想很多名字 叫竹群龍澤 但他都不對 還有誰 竹群和諧 永遠還是要把誰人掉 太多了 你都不見了 和諧人大家 都在 都在和諧 所以成立了 竹群和諧基金 正是一個信託基金 不是基金會 第二個 是成立了 法治教育的 推動的一個計劃 後來就發展成為民間公民教 公民及法治教育基金會 任命的基金會 先天準備 另外一部分是 覺得法曹倫理 法曹指的是說 檢察官、法官 他們的倫理很重要 檢察官倫理出問題 他這個社會的大亂 所以就成為另外一個計劃 就是去 三億有關 法曹得容易抒起 也出了條件訊號 我今天就是 這個信託基金 來辦這個系列的活動 信託基金 為什麼辦這個系列活動呢 也就是說 我們在2007、2001年開始 做了幾年上來 幾年用完了 基金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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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還有幾年 所以暫時還沒有碰到幾年 所以這個基金就結束了 所以就來 把過去七年的 蓬佛做一個 做回復 當然也希望 藉這個機會 包括專業領域 能夠吸引到更多的錢 再繼續做 循璇的問題 在十年前 也許十幾年前 大家會覺得非常嚴重 會有真的衝突 選舉期間 就在吵循璇的問題 比如說我跳起 我說你跳起 跳來跳去 就會跳腳 那吵了你的希望 我也看那些衝突 這種循璇的衝突其實也不嚴重 像在國外 有些循璇的衝突 他還在討論你是我國 然後從那邊討論你是我國 肯定會對我一小時 就算了 也沒有那麼嚴重 可是當時覺得非常嚴重 尤其是二年一四年 那現在他又覺得不嚴重 好像族群沒有正式的 表面的衝突 這個事情很少 所以 看起來不太嚴重 所以季節也都不來 就是被我班的活動 其實上個月半個活動 其實都不來 剛剛說有一個季節 有人說來了 今天人羞不來 所以也沒興趣 那些族群的問題 現在不是教練新聞 沒有新聞特別 有衝突才有 很多男人的討論社群 那會有不久的新聞 所以這次很麻煩 那我們也希望會有衝突 所以新聞長也沒關係 可是問題不是不戰 問題能戰 問題演變成不是表面的衝突 是演變成族群的體能 很多族群 若是族群 現在是生存不易 若說是族群本身 在根本上 就受到公平的對待 不管從事物面 所實際的 社會經驗來看 它就受到一些公平的對待 比如說心意 比如說原住 我們這個計畫 這基因支持了很多很多的 這些研究 實際的計畫的推動 我們就發現 這一個原住 那種情形其實是蠻不穩的 但是 族群不平等是承出來的 而且 都不平等 影響到某些 若是族群的生存 有的故事 或有的點 你做到 聽到後來就是 心裡很故人 都是原住 爸爸學習的 母親有什麼樣 想發現 你的演出 為什麼念 甚至你的感知 那種情形 其實是蠻不穩的 那是很略向 那個什麼 黃蛇星 有愚蠢的暗示 問題不是不在 問題能在 問題演變成 不是表面的衝突 是演變成 族群的體驗 族群 很多族群 若是族群 現在生存不易 若是族群本身 在根本上 就受到多公平的對待 不管從事實際的 社會經驗來看 它就受到一些 多公平的對待 比如說 心裡 比如說 原住民 我們這個計劃 這基因 實施了很多很多的 這些研究 實際的 計劃的推動 我們就發現 這個原住民 原住民 都受到 很多公平的待遇 可是族群不平等 是吃不出來的 而且 都不平等 影響到哪些 都是族群的生存 有的故事 或有的研究 你做到 聽到後來 就是 心裡很過人 就是 都是原住 八卦學生的 母親友人 想 你的演出 為什麼念 甚至你的反思 都有 那種情形 其實是蠻多的 但是 像 那個 皇室的信仰 有余子的暗示 那個余山 那種 余山 那個 案子一出來 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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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 很余山的事情 萬一 他們有種 實際上有很多 不平等的事情 對 落實住民 我們希望 能夠 繼續在努力 解決這些族群問題 過去基金 大家看這個 這個 資料 也支援支柱了很多很多的計劃 包括17個計劃 7個計劃 20個案 包括對原住民的 新移民的外省租權的 這些 比如有一些 企劃 研究企劃 或者是 一些 行動的一些企劃 那我稍微多說了幾句話 我們現在開始 第一場 第一場 我們主要是怎樣 審習族群之商貌 濟 濟 濟 一天叫審新問題 那是1980年代 叫審新問題 大概在1980年左右 學界 尤其是 不然因為 已經是我 什麼社會科學 社會學 不方便 因為族群問題 總是 有些貿易 能不能活 做族群問題 我說你不要做 你不要做 他爸爸媽媽 你怎麼做 那時候很敏感 研究審新問題很敏感 他們就好像 在考慮的一件那樣子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們配文化隊 還有我們所有的親戚同學 小女王 他們就把 審新的名字 改進族群 使他們改了 一般人不知道 一三八十 從來以前不講 族群像審新 審新的名字 族群問題 而族群問題 你查法子 查到最早的是 什麼地方出現 是成色成壁的宣言裡面 有特別的族群 族群 族群兩字 說要出現 族群核子之類的 所以他們一直到 198年末 這個詞 才開始慢慢慢慢 在他們遊行 所以那詞 就變得比較重心 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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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把原住群辦法去 爭取得 所以 族群問題現在 沒有新的族群問題 族群問題 比較重心 所以就 稍微提一下 那我們就 這個言歸特段 把這個 活動 拉到正規來 幫我講的 就是 對話 那現在就 幾位 這個主講人 來 發表他們的 精彩的 論述 還有在場的 那個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很高興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 主要是我 參與的 和平基金會的 一個族群對話 跟他們所做的 一系列的 族群和解的活動 我想我們今天的活動有兩種安排 就是先看那個審籍 然後再看那個族群跟多元文化 所以我今天主要講的是 和平基金會所做的就是 跟審籍有關的 當然就是我想我們在做 包括張宏慧老師跟 中醫院社會組 很多朋友一直在做族群研究 很早就這樣說 台灣的族群關係有好幾種不同的族間 一個就是審籍 也是一個非常政治的 那當然還有文化的 那再來是寗客 寗客就是一般我們常講的 Exnicity 族群 那還有圓瀚的 圓瀚的其實更全面性 從經濟文化到政治 剛剛那個曲老師有講過 當然現在還有就是 台灣的 就是說跟外來的 其他國家來的新代移民 那這部分其實也是從文化 政治到經濟相當全面 我想那個部分 再等一下第二段落的時候 那我先想看的是 折平基金會在得到一些補助 他們做了一系列的活動 那我自己參與比較多的是 在2004年年底 因為兩顆子彈 我想兩顆子彈在座應該都記憶有心 那因為我現在在台灣大學 常常教一年級的大藝社會學 就發現那邊來講 已經是上古時代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代變換的速度很快 那如果大家的記憶還記得的話 那時候會覺得族群關係很緊張 因為那個時候 洪山軍在總統府前 凱拉格蘭道上抗爭了一段時間 還有人主張 什麼要暴力衝進總統府 那在那個過程中 像可平基金會的執行長 他一直都是一個生活運動工作者 跟和平主張者 那他就找了一群 主要是學界的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 跟一些年輕一輩人 一個ngero的朋友 來考量說我們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那那個時候我們能想到就是說 我們覺得族群之間 重點會不會再不理解 那也許我們可以創造一個好的對話空間 那這個好的對話的方式有助於 就是說我們在當時看到的一個衝突的環節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一個族群的論壇 那那個時候很幸運的公共列宿 有把這種過程拍下來 所以我今天本來是要讓大家看一個片段 跟今天的片段 那那個部分 那在場我們的確看到 在一個我們這些社會科學 研究民主理論跟族群關係 跟公共空間或共同對話的一些學者的設計下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當中 某種程度的族群和解事實上是出現 因為從一開始看到大家看到藍綠的問題 談到政治的問題 甚至還是談到兩顆子彈 雖然我們一開始就請大家不要投了兩顆子彈 因為我們覺得那是一個信念的問題 不是一個可以電論的問題 但是還是看到它衝突不多 可是在那天晚上 在我們放過了那個山有多高 代表外省族群的一個生命經驗 還有二二八之後的一個對話中 你看到原來很強患的那個 在我們那個過程中 是有一位外省第一代的老伯伯 他就主動談到 他想要為政府所做的事情道歉 雖然不是他個人做的 但你也看到 原本看起來非常的綠 他也是很強大的一位女士 他也主動談到 他對外省主持那種不能回家的那種 相同的一種痕跡的理解 所以我想就是那個論談的過程中 其實你是看到我們 某程度的所謂的一個聚訓和解 雖然它是在一個比較個人 在一個小團體中發生的 那回過來談的時候 到底那很多人會說 那這只不過是一群人 也許他們特別的理性 也許是主辦單位暗示他們 要和解 就是說那你們的理論基礎是什麼 這個經驗對整個台灣 是會有什麼期望嗎 那當然我們很了解 我們沒有辦法強迫勸台灣社會的人 參與這樣子的一個對話 但是我想如果我們每一個人 譬如說老師 像今天我們看到的 在學校的教育 或社區的教育中 都有類似精神的對話和操作的話 其實真的是有助於族群之間的和解 那我再來想法去說 我們覺得那個設計 值得讓大家知道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今天那個副標題是說故事與多元民主 那其實主要就是在說故事這件事情上 那先看民主好了 那其實我們都認為台灣很民主 那可是台灣其實是一個選舉的民主 選舉是一個多數決 就是說如果你超過半數 或者你沒有辦法超過半數 你是相對的多數 譬如說陳水扁也都是在相對多數上選上 台北市黨總統的 雖然他不是絕對多數 那可是呢有些人的經驗 他永遠不可能成為多數 譬如說外籍隊友 譬如說援助 那難道他的生命完全被否決嗎 所以民主並不一定多元 那這兩個東西事實上是在 很多相關理論上辯論很久的 那可是今天我們台灣 我們已經認可到 我們非常的不同 有些人就一定會是少數 那我希望他們也可以得到 一樣的平等的尊重 所以我會看多元民主 可是多元民主到底如何達成 它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 那回到我們那群學者跟解析街執行長 我們在面論跟討論要怎麼設計的時候 就有兩種不同的主張 我覺得這兩種不同的主張 反映出我們那個對話的精神 因為有異學人他是主張神異民主的 如果各位有聽過這四個 可以調查一下 在座聽過神異民主的訣竅是什麼 來 我們的這個 世上大家在場的公平素質太高 還怎麼樣 因為我的 我不是因為大醫學 不是 我的大醫學生顯然程度 比那些醫學性的學生 都不太如社會科學的說 就是我想在座可能是關鍵的那一題的人 那神異民主就是在看去說 其實投放民主之外我們應該回來討論 不管是政策的問題跟各方面 那我們應該要設計一種比較好的討論方式 那不是像內法院那樣打架 那國會本來一開始是要神異民主的 可是政黨政治下 很多時候沒有辦法做好 我們原來的一個相互稅河的工作 所以有些人回歸到 讓一般民眾參與 那我們有一些學者朋友在推動 所以他們希望這個族群的對話 用神異民主來舉行 那可是我們有一些比較有直覺的人覺得 認同這個東西跟政策 譬如說我們要不要建一個水吧 要不要蓋一條高速公路 要不要砍的預算是不一樣的 這補的東西好像很難 用一種理性的方式之說來討論 因為認同是一個非常情感性的東西 所以我們那時候比較親善的 不要用水利民主 那我們主張說也許可以設計說故事的東西在裡面 那後來被亂了很久之後 那個說故事這一派 就是聖書 那所以神異民主的東西 並沒有被用在這兒 那還有第二個爭議點就是 也比較先跟神異民主的主張是有關 他們覺得這個對話一定要有結論 你要逼迫參與者要有一個共識的東西報告出來 那事實上才會有效果 那以他們主而辦了非常多的神異民主的經驗 如果不要求大家有共識出來有報告的話 大家可能會天馬行空 因為有些事情其實談了兩天三天 這個禮拜都不會有結論的 所以但是民主總也要做決定 就好像合適 做決定的話再繼續改 如果沒有一個新的決定的話 所以一定要做決定 它就要給大家壓力 那可是呢 包括我在內 我們又認為說 認同這個事情就要慢慢看 因為重點不是在於我們有沒有什麼共識 而是說 我們是不是真的了解對方 那如果有壓力的情況下 我們認為這個族群對話 不會真的有一個實質 深入的一個意見 因為也許有些人說慢慢 但它的深入重要 那在一個要求效率的一個情況下 那要求共識的情況下 它的聲音就會被淹沒了 那當然更進步的是 到底是什麼叫共識 那如果族群立體有限 注定就是少數的話 那共識是誰的共識 那共識 如果我們不投票的話 那如果有壓力的話 說服你的話 那我們共識如何產生 所以在這個族群立體上 我們後來達到了第二層 這些學者跟設計人的共識 就是說不要有共識 我們負責的用一個叫做開放空間的東西 讓大家自己決定要談什麼 所以我們並不設定它 你一定要談什麼 我們也不設定它 一定要有結論 我就讓大家盡量談 談到最後發現大家談得都很開心 我來不想進來談人 最後到結後 都進來把自己的話輸了一說 就是說 所以那個是有錯的設計 那在輸負責的部分 我們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我剛剛所談到的 代表台灣不同的重要的族群 在政治上衝突的一個生命經驗 那是一個集體的故事 那對於外省族群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返鄉這件事情 它跟中國的關係 需要被同情勢的理解 特別是第一代 那第二代其實上代的那種 戰爭的創傷也流到他們的一個情意時候 然後其他很多人也有一種 忽然獲得一種對土地的疏禮感 所以這個經驗要被理解 所以我們放的是 蛤 我才講到開口就只剩我分手了 對 好 沒關係 我也在說故事說 這個族群分寒的故事 好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紀錄片 就是228 我剛剛講過 那我們金美會參選 都帶了三張照片 就談它 那它一開始就發出所介紹之後 就是用照片來談 那你發現就是說 那我們請他用照片來談 它跟台灣的關係 那我們發現另一個部分 就非常有意思 因為每一個人就開始來談他的生命經驗 可以說他1949年來台灣 或是他從小本來是個認為自己是外省 然後來發現自己是原住民 最後又發現自己是中國人 然後到國外又發現自己是台灣人 就是有這些很有趣的生命故事都出現 那 好 那這是關於那個論壇怎麼辦 那再來我想要回應就是 那這個東西到底怎麼跟民主和解有關 我剛剛有講到 現實上我們看到有一些人跟人的合解出現 那我自己因為做一個社會學工作的 後來我非常有興趣的話 那整個資料拿回去做經驗的研究 那其實我有出版一篇文章在台灣的影集看 有興趣的人給看 那我發現幾件事情 第一個 就是說 比較會使用書故事的人 反而就是弱勢者 因為其實呢 誰是弱勢者 這裡面很有趣 我發現之後 外省人跟女男人都不是弱勢者 他們都更善於使用理性辯論的方式 那相對於這裡面誰比較容易用 用那個書故事 就是裡面的原住民朋友跟客家人 因為他們老是覺得他們的議題 在這個省級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才是這個議題裡面真正的少說 他比較會用這個書故事 那我進一步去分析在怎麼樣的情況下 他會使用說故事作為他發言的方式 那我發現第一個 只要我的話題是跟人認同 那他就會說一個故事 所以我後來下一個小節 認同是一個生命故事 因為沒有這個故事 沒辦法把認同講清楚 他不是一個 因為我身在台灣 所以我就是台灣人 這樣一個邏輯會員的同行 他有一個非常漫長的轉折 跟一個生命的經驗 那再來就是說 當他要講到這個族群 他作為弱勢者的創傷經驗的時候 他就會說故事 那這裡面呢 雖然我剛剛講 相對而言 是原住民跟客家朋友更常用說故事 那講到創傷經驗是每一個族群都有 外省族群有外省的 本省有 美男有美男的 客家有客家的 原住民有原住民 那他們要講自己 如何的曾經被欺負 或自己有一些委屈的時候 他就是用書故事的方式來表達 那這個東西就跟我所講 就是跟民主的理念有關 那當然就是說 就書故事來講的話 第一個 民主很多時候需要積極參與 我們講公民 公民其實預設了一個 一定要積極參與 可是大家都知道我們忙得要死 哪有時間參與那麼多 就太多的問題太複雜了 就是說 所以呢 書故事本身 第一個 它降低了參與的門檻 很多研究民主人都知道 就是說 審議民主這種會議 永遠都是教育程度比較高的人 比較習慣理性說理的人 你知道 如果你在那邊說一說 就生氣了 大家覺得你不理性 它其實是有一種門檻的人 用他那種理性的方式 用一種公共語言說出來 很多人會覺得 他們有正常性發言 可是書故事 因為書的就是你自己的經驗 你自己的經驗 你就是專家 那你的專家 你就是最正確的 所以他其實降低了參與的門檻 那書故事呢 他有助於 讓每個人都覺得 我可以來參與這個公共的對話 那 第二個我跟我說這樣 民主的理 討論其實是辛苦的 很多人他不想討論 他覺得這個事情跟他沒關係 那我這裡現在教大一的學生 就很明顯了 他應該講族群 他說那上一代的人 這跟我們沒有關係 你如果要跟他講說 我們來理性討論 族群要如何和解 我們要如何尊重別人 他覺得他有沒有尊重別人 那幹嘛要討論這個 你們上一代的問題喔 可是如果你叫他講 你個人的經驗 你從小覺得你是台灣人嗎 那你怎麼去看待 像有沒有討論過二嗎 你跟誰會討論這些事情 家裡會不會討論 就是說 談到個人的經驗的時候 你跟中國的 你怎麼想像這個東西 那每一個人都跟這個有關了 為什麼 因為從他的故事生命經驗裡面 他才能夠建立 他跟這個議題之間的 一種公共的認同 也就是說 只有你邀請他 從他個人生命的角度 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他才會覺得 議題跟他有關 議題跟他有關 他才有動力 要繼續討論這些事情 因為討論是很辛苦的耶 你不是說像學者 從小就在訓練 要跟人家討論 討論 沒有學者愛討論 所以他們不辛苦喔 可是他也不敢講 討論啊 所以你要去建立 他跟那個議題之間的 公共的關係喔 那你邀請大家 說故事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喔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有一些少數的經驗 沒有透過故事 沒有辦法被理解 那簡單講之後 他會舉一個例子 就是原住民跟土地的關係 因為我們派人來講 搬家土地就是賣碼跟買碼 那對原住民來講 因為我自己現在在做那個 八八水災後的研究 對他們來講 災難要搬家 是一整個族群的事情 他不是像921之後 我就跟政府領到一個錢 我就搬到台中去了 我搬到彰化去了 我就搬到哪裡了 另外一講 搬家是一整群的 而且土地 失去土地是一件 失去跟祖先的連結 那這件事情 如果你說土地又是商品 土地是可以買賣的 這是我們的邏輯 我們很習慣 那你沒有辦法理解嗎 只有當他短判的生命經驗 那個土地下 原來加勒沙明是埋藏的 種仙的儀果的時候 才會知道 當那個故事說出來 才知道那個對他有多重要 所以少數經驗 就是說 當少數經驗 跟一般性的 我們認可的原則 事實上在不同的時候 那你就透過是他說故事 才能理解 那民主就是在據說 去了解這些個別的經驗 那我們發現原來我們的財產權的概念 在原住民身上是不適用的 那我們是不是要給他們 特別不同的一個法則 我想這部分 說故事也注意了解 少數、特數的經驗 那最後一個說故事 有用的部分是 我想我們在民主當中 都希望每個人做自己的主動 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這種藍綠 還有包括我們 社會學者 社會科學家 每次在做統計的時候都說 外省族群比較親善於支持 藍維 很耐重去的支持 這句話統計上可能沒有錯 多數法則是這樣 可是每個人在這種論事中 都覺得自己 變成是一個 不是自己的 大教委員 我好像變成是一個 我們送一家課題 他不是自己的主人 因為你統計上就推演說 看到你是外省的時候 你應該都支持藍維 統計上是對的 可是說故事很有趣 他讓你把自己優為的經驗 用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 他們卻說出來 我們都知道故事不一定是真實 我們會改寫自己的故事 我可以見到A說A版本 見到B說B版本 正是因為這個改寫的能力 你其實會覺得你掌握了你生命 然後掌握了跟這個社會的關係 因為就歷史來講 它的確改變了 所以我想就是說 說故事跟民主其實有這些關係 那最後就是說到底如何統一國 又或者如何有助於我們在校園中 多元民主交流 那我剛剛看到主幹人 給大家的這等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 那其實剛剛那個邏輯在小學生身上 國中生身上 高中生身和大學生身上 其實都可以邀請他們說 個別的家庭的故事 那從他 因為我們很多的研究已經發現 新一代的政治的想法 對於族權的理解 完全是來自家庭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一個轉型正義 並沒有做得很好的國家 新世代其實是一個對歷史完全失憶的時代 因為我們的教育不知要 教給他們怎麼樣才是正確的歷史 所以你必須回到他個人的經驗 要讓他學會去拆解 他的想法是哪裡 跟別人對話 那最後就是回到一個人的根本本身 就是你怎麼去面對差異 怎麼去尊重一個人 那那個研究多元民主的學者 泰勒曾經講過 沒有理解的尊重 其實會流於膚淺跟表面共和 那我們這個社會有太多 強壓於大家的一種 沒有理解的尊重 那我想說故事 跟這樣的一種族群對話的方式 就是回歸到一個人跟人的一個平等的對話 你要先理解對話 那才會有真正的尊重 那我就先報告到這兒 謝謝大家 其實順著範雲的說故事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在05年 就是 2004年的時候 就是 就是520的時候 正好在台灣支庫工作 那台灣支庫有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責任 那其實是在幫整個的就是 就是 他們是想用自我期許 能夠去 就是 盛黨設定一個 而正當City 去做一個議題設定 就是說 其實台灣的選民真的很聰明 因為如果 Andra City 在國外聽 大概沒有幾個 卷瑜 聽得懂什麼叫 可是在台灣 大概80%的人 都知道什麼叫 一體設定 就是這個一體設定 這些東西 在台灣的選舉政治 一個民主政治裡面 它變成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技巧 那 我們那時候 其實記得很印象一深 我在那個 愛國東路辦公室 那時候看到 兩顆自在的事情 然後看到 以前在 學校尊敬的一些學長 他們做的一些操作 那種情緒是真的死的 可是總是覺得 怎麼過禮物的時間會拖這麼久 然後 我覺得這部分 然後看到 其實為什麼 為什麼我 一些長輩都那麼激動 覺得自己被 被設定 然後這樣的一個疑惑 這樣的一個心情 其實就是 後來我 而且兩方面衝突 兩方面誤解是這麼深 那時候就一直想 其實有可能就是 是一個對話的 放在一個對話 因為那個理解的過程 然後其實 其實那時候會 會開始很多工作 其實是書故事這個方法 會開始的 從 就是 就是 家書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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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老師就是 擺家 19 19 年 所以開始時候 加書徵集 還有做 擺貫師的寫作班 其實也就是 跟大規模的 在推動 說故事的一個技巧 那這時候故事 但是當我們做的比較大 稍微大 中期媒體事業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 在做那個 對話的過程 他對話的過程 就不是在活動本身 在推動 而是通過一個 大眾媒體 或是我們小眾的網路 在推動的一個 就是當我們把這個故事完成 把這個故事記錄下來 放在一個 可以被公眾看到的空間 來推動和對話的過程 然後 然後 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至少在 2009年 2010年 在社會上 是有所謂的 無論藍方 就是 無論藍方 無慾方 都會覺得 這樣子的做法 讓他們看到有一些 以前他們沒有看到的事情 或者是他覺得他的聲音有被聆聽 所以有這樣的基礎 其實我自己是 以前的工作 大概都是在社域 或是在台詢 或是在社域大學 一般都會認為 是這個 這些 這些工作 工作範圍 不是我 社 不是我爸爸媽媽 能夠理解的工作範圍 他們總覺得 我明天是不是就會吸引你 所以他們這樣對一個社會運動 或這樣的一個 社區 就是大學 這樣的一個 比較有 社會運動 跟社會運動 比較緊 他們都會覺得 這些東西跟政治有關 他們都會覺得 這個東西 其實 是不是 民間都會被抓起來 可是經過這些 這些系列的活動 之後 他們慢慢理解 其實我在做些事 對我的工作 也開始有信心 也會想要離棄 然後 至少是在 2009年 2008年 2019年 對我這次在家裡 都會有更多技巧 和民間的對話 他們開心 知道我在做些什麼 他們會覺得 我做的工作 對 說是他們的心聲 或對於社會有負擬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我覺得 那個當中的2009年 都是一個很好的過程 我覺得 我的工作 從開始的我的生命中 我知道他在 站在那什麼位置 這樣說故事的技巧 其實真的是 至少在 2019年 2010年 這樣 一目的過程 其實他在社會 至少 在我的生命中 他是非常有意義的 至少我接觸的 參與者 他們其實比較都是正面 也是在這樣的 慢慢限定呼吸的基礎 我們開始在外面會 推動一個 就是最終化保存的工作 那最終化保存這個議題 一般都會被認為是 比較藍色的議題 可是在 我們在 立法院推修法的時候 其實是獲得 民進黨黨團 武黨黨團 還有 國民黨黨團 還有 當時的新民黨黨黨團 的支持 他變成一個跨越 族群的一個議題 他 無論他是什麼樣的 立場支持 他都會覺得 讓內部分析起來 是有他的生命的 所以在98年 你推動了 就能夠保存修法通過 那這 這個 我覺得這個策略的一個 不是 他被 他在實踐下被 是有效果的 一個最高潮 那 可是我後面的生命經驗 就會告訴我 這樣的技巧 還是有單決心 這個決心來自於說 其實 我很感激 如果有時候留點讓我感激 讓我感激 這樣的過程 我自己在看這個部分 就是說 說故事 這樣的 他在第一次 大家會聽 第二次 你們會聽 第三次呢 第四次呢 那我記得有一個 呃 當時我曾經 遇到一個 我去表面 內生的質疑 他提了一個 一件事情 我一直記得 後來我覺得 就是有些疑診 就是 他跟我說 說 像這樣的 一直在說 說自己的過程 會不會變成 翔明嫂 他一再地說 他的故事 一再地說他的故事 到最後面 神 那個 內生就消失了 這 這個就是我們 會 這一方面是神性的問題 另外一個方面 可是我們使用 系統一定會遇到一個局限 因為我們 當我們設計的活動 其實是 其實是 他是在一個 必須要有共同基礎的人群 讓我們擴散技巧 其實是透過大眾媒體的時候 他就一定會有局限 因為媒體都有自己的 認識 我離開拜託會 我其實有一個很 很 一二一一的小 就是做假 我下一份就是 其實是有一點是 辦公的一個性質 他其實是 叫做長天 能夠幾晚 他是中天 一個紀錄片公司 他們在 06年的時候 有製作一個 1949大謙虛 他無論在意識形態 或在虛擬模式的技巧上 那個 你會覺得都是同流的 大家都是在做同一件事情 很希望對 同樣的 社會造成同樣的影響 可是我當過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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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 故事就不一樣了 因為這個背後的 Jesity 是中國的這個 他背後 其實他動機 他不再是同國了 這時候說故事 沒辦法跨越這樣的一個現場 至少後來他們的作品 就是最後的把握 在那個過程中 就是說 原本以為是 應該是同樣的 同樣的思考方法 同樣的 我們都是 學育出身的一些 他是 那個 可能是媒體工作者 我自己是有社育的背景 可是 應該他就沒有那麼大 可是到最後 你去選擇被陳述的角度 他背後的 終極目的 你會發現 那個東西已經來人北撤 你已經沒有辦法 再去 就是 去 用一個說故事 這樣 或說 說出 說出 跟李陳欣真 這樣的東西 去包裝或什麼 他有更強的一個東西 要去推動 你沒有辦法去離開 因為 他背後的資金來源 他整個的 對象 都不再是他 07年巴黎去設定的時候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困困其心 是沒有辦法 用說故事這樣的技巧去解決的 然後 更重要的是 現在2013年 去年是 怒聲元年 2013年多的 前段的 這個也是中國人 就是 中國人 正式的 在台灣社會各個層面中出現 以前 不論省籍或是外省籍 為什麼 他遇見到內外 這個內外 大家都覺得 他可能不會變動 可是現在內外 變動 就是 10年11年 我自己經驗的 這樣的預言 現在在台灣各個社會裡面 都出現了 就是他的 中國的影響 他 甚至可以就是用個策略買下台灣 他可以買台灣的媒體 他可以買台灣的學校 可以買台灣的教育 可以買台灣的教育 所以 至少 現在所有的大陸媒體 關於中國 中國議題或中國問題的討論 我可以說 很多部分 其實背後的東西 就不是很一樣 所以 在這樣的前例之下 我們在討論內外 這個 這樣的一個 一體設定的時候 其實 他就已經 失去 我們當初討論的基礎了 所以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說不行 他的局限性 他的 策略性 其實就需要做一個 調整 可是同樣的 我們也看到說 我們在變化 中國也在變化 這種說不行 你知道 我在中國很多的朋友 其實他們現在也在 利用說故事做一個百分之強 其實之前這樣 之前被解散看 就看了是雜誌 在讀集完 他們其實就是 特別 就聯絡所有的 比較自由派人 就是相對的 就是比較自由的 那一集 他們就辦一個 就是高中生 寫自己家族歷史故事 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們他們 他們挑故事的人 就是說他們不要 不要那種 又不用專的故事 他們要挑那種 就是 家裡是地主 就是 家裡是 就是大飢荒 文革 就是他們 他們其實 這些 中國新一代媒體 他們在 是在 是 去塑造以前的 集體故事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採用了一個 集體 這是一個選擇性 就是一個 一個 反對性的策略 其實這樣 他們會有這樣的策略 其實 也是 其實是在一個 兩岸交流 就是 一個私下交流 慢慢去 去把案子拔 所謂出這種 這樣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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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在更大的 辦法裡面 產生了一個 然後 現在話說回來 我們其實 其實 我剛才話都看起來 怎麼悲觀 可是在 在比較 在拉回來 就是外面會在 就是 社會租金融工業 基金的執行 其實 其實這也是這樣 就是文化保證的修法 這個東西 它其實在很多 台灣修正的裡面 是受了很多 樂觀的影響 我前幾天 我去參加 其實今天 今年前會辦的 台北建設文化的活動 就 因為其實今天 大家都知道 其實它是一個 為了水取而動人的 變成了代社會 可是因為 最終文化保存這樣的議題 他們其實 他們有 因為要開始跟對外溝通 他們要學習 這個社會 這個公民社會的對話方式 所以 他們的做法 他們的一個 建立處都已經 其實是 公民社會化 那五六年間 我去當他們 他們那種 他們那種 對公民社會的 移居排斥 萬一會不一樣 這個是我看到 不一樣正面的 另外一個是 我看到最福祉的電報 因為最福祉以前 一聽到 就是這種 外溝的世界 都會有大恐懼 可是他現在 透過就是文化保證的東西 他開始學著 要去他的政策 要去面對社會 面對公民 其實是這樣的東西 他的 他走 反走過 並沒有下肥肌 雖然環境在變化 然後策略需要調整 可是 就像這個公民 即是在 NGO的頭子 他並沒有被擺廢 再見 好 謝謝 學路要到三年才能滿期 我兩年多 我就已經 考上腰器生製造了 我就想 我家庭生活可以改善 後來想一下 我這個是自私 我賺的錢賺了多了以後 我父親母親好了 我哥哥哥哥生活改善了 可是好多好多 比我弟弟過過很苦的人 他們沒犯生 我為什麼這樣自私 所以我去參加革命 就是這個月 我是在1947年的9月15號 從上海出發 都是來的時候 就有這樣的感覺 好像 這次離開家鄉 離開自己本土 什麼時候再能回來 自己根本 沒有把握 根本沒有把握 這在講 記得這個 我們兩個人的 那個戀愛的話 還是主要 還是我主動的 因為那個時代就是這個樣子 很少休息 那偶爾有放休假的話 出去走一走 公園裡散散步啊 聊聊啊 我喜歡唱歌的關係 他也叫我一些日語的過去 火羅威的過去 他會唱我聽不懂 我也學不會 要不然我們兩個一起唱歌 唱什麼歌 什麼神經病 從2002年 2月22號的禮拜六 我們花了228週的抗議 總於第一次的勝利 本來是 中國文化中心 我們蓋了 The THE 它中心的 也不肯蓋台灣文化中心 我看到那些年輕人 舉著是廣告牌 很清秀的 今天它又是一個富貴之家 它會這樣嗎 為什麼它這樣子英俊的一個小孩子 去舉著牌 人家在享受它在寒風裡面摧著 為什麼我們國家這個樣子 要好好的要改善過來 也許這是婆婆媽媽的主意不太好 或是我恐吃不了 尤其這次回來以後 歌感情非常脆弱 這個是我的缺點 要堅強起來 生物片完成的日期是2010年 然後我在做後製剪接的時候 我的第一個女兒 我女兒剛剛出生 然後我是一邊餵奶 她在我這邊敷奶 讓我帶個剪接 所以她應該小時候聽最多的 就是這個張爺爺的聲音 然後是一個有萬神口靈的聲音 那我自己都很依腕 就是我的第一部 就是跟人物有關的紀錄片 會是會是這樣一個人物 因為其實像這樣的人物在我的生命經驗裡面 是還蠻疏離的 因為我是出生一個本省家庭 然後我們家是講台語 那周邊的那種靈禮啊 親戚啊 朋友的關係 當然就是以所謂本省人為主 那我記得小時候我比較有印象 像這樣子的口音的外省先生 當然就是學校的老師 而且這些老師就是在學校 是一些比較特殊的老師 就是他們有的人的那個手臂上的話 也還會刺青 然後學生會做弄他們 因為他們可能口音比較重 那他們的口音比較重 然後跟學生很不同 或者是 或者是跟學校的沒有關係 是一個蠻特殊的關係 所以 那我們一群大概差不多三四多歲的那種文化工作者 我們開始 接觸到張貝貝爾號 接觸到這個題材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來講 還是一個蠻 蠻特殊的經驗 因為我發現 要去聆聽別人的故事 或參與別人的故事 有時候比參與自己家族的故事 就是那個門檻問題 因為你在自己的家族裡面 可能 有一些情感上的糾葛 你好像 還不是那麼容易放了開去跟 另外一個人講 你的生理 那我覺得張貝貝在身上 其實也可以看得到 類似這樣的關係 就是 他的故事 我們知道他的故事 甚至比他的孫子 或者比他的兒子知道太多 所以我覺得 身為一個紀錄電話工作者 我們有機會去記錄 另外一個故事 那是 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很幸運 也很特殊的那種經驗 然後 這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這裡有資料 讓我們想辦法把這個 送到大家的手上去 現在這種精裝版可能已經不多了 但是我們裡面的TVD 我們都還有 張貝貝今年已經89歲了 然後 跟我們在剛螢幕上看到的 他的狀況已經體力 然後整個人的那個精神狀況已經耗舌很多了 所以我們還蠻感激 能在他精神還不錯的狀態的時候 就把他的生命的故事做了一個還蠻久的保留 蠻忘了的保留 那這部紀錄片操作的方式 其實跟一般紀錄片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是每個禮拜去他家拜訪 然後聽他講故事 然後累積了相當長的時間貓袋 大概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往返大概有一年左右 每個禮拜去他家聽故事 然後錄了很大量的貓袋 所以一開始是以這種類似 像田野採集的方法去工作 那一開始並不是預設要變成一個紀錄片 那後來我們在他的故事 在他的神處裡面發現 這個實在是一個蠻有意思的題材 而且他本身的這種表達能力 跟他就是生命裡面遭遇的這些跌倒啊 然後很特殊的這種族群經驗 我覺得會是一個蠻好的題材 在現在台灣這樣的狀況下 我覺得不論是人生族群或外生族群 看過的故事 都會在裡面找到一部分的自己 因為他來到台灣 他不一定是一根軍隊來的 他是來做生意的 然後後來就回不去 所以在他做生意的過程中 他其實受到蠻多台灣人的幫助 這也跟他後來之所以會去選擇 親近這些比較本土派的人 或者是甚至加入一些助選活動 我覺得根本也會有關係 那我覺得他的特殊本身 那不是在他的族群的背景 而是他是一個有理想主義的人 因為他上來的時候是投身參加 一個共產黨的新思局 他掛了一個有理想主義群 這種群 那這種理想主義其實 眾生在他身上都可以發現得到 所以我覺得他的可貴在於 他不但跨越了這種族群的翻臉 然後他可以讓那種 那種理想主義一直流到他 八十九歲到今天 他今天甚至 在幫忙他們家的 就是打掃照顧他的人 他要請這個人來做什麼事 他都會有點不好意思 那為什麼 他們已經一直叫人家請坐 或者一直跟人家說 你不要太行動這樣 那旁邊的人都會覺得很奇怪 你的生活已經還蠻幽默的啊 然後是可以享受的年紀啦 可是他那個理想主義呢 有一點點那個生命的色彩 那種性格其實一直流傳到現在 所以我在出去放大的片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特別希望可以在一些 比如說像眷層啊 或者是一些 外想之群圍珠的這種空間去放一 但是並不是那樣好進入 那有幾次的安排跟進入 那後面的那個對答其實都還蠻精彩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並不是去挑戰 或者並不是去企圖要改變 我覺得這是一個生命的故事 那一個對話的窗口 讓大家可以有機會去看到說 這樣一個人的出生 那因為他遭遇的事情 因為他的思想 他後來做出了這樣的選擇 那也讓別人看到說 其實每一個人甚至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要用選擇性 或者說我們不一定要用 外星人就是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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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待彼此 所以這也是一個說明 是可以讓大家參加一些 我覺得聽幾位的報告裡面有一個 共同點 就是讓我 就是覺得可以再把它擴大一點 跟大家分享 就是幾位其實都有華界的經驗 我從陳玉京開始說 他去拍一個他過去他的出生 或者說家庭成長輩 一些不一樣的一位人物 他去拍這樣的一個華先生 那其實的原因是這個華先生 當父親的華先生 自己先華界 對不對 他自己先走出了一個科版的歷史 歷史的一個樣台 然後出來跟這個台灣的社會 進行對話 然後若非對故事也在講這個 因為你講到那個晴天協會的時候 其實我也蠻認識他們的 所以晴天協會為了要做捐穿保存 所以他們非跟公民社會對話不可 他的就是一個成功的捐穿保存 不可能只停留在捐穿 而必須跟他的周遭環境 以及社會文化 甚至變遷進行對話 他的保存才可能成功 不然他就很快就變成一個 死掉的一個 死掉的一個 比如說記憶啊 或者是蝴蝶 他必須保持他的對話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一個 我們說多元社會去形成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范雲的經營也是 好像范雲沒有在講跨界 但是你看他現在在做 他又去做災難社會 他過去做台灣的 整外展的族群藍綠的分裂的議題 是找到找故事 說故事做為一個切入點 然後去討論 他剛剛的爆發封災 就是爆發封災之後的 原住民中心安頓的問題 去了解原住民 所以我就評論就是說 回應了就是說 各位雖然是從不同的角度來切入 可是都很想拜託的 某一些人的共同面 謝謝 好 各位待遇 有極樂意見